我此时正在拿着相机翻看白天拍的东西 就听到了酒店有这样的广播 广播让酒店所有的客人马上撤离酒店 广播说这不是一次演习 广播可能要下楼 把孩子放在车里 好像有预警 楼下着火了 我没带护照 此时我们看到了酒店的工作人员询问火警播报 可他却说并没有异样 再问他 他说压根没有接到通知 听他这么说 我们犹豫的正准备返回房间 但是遇到邻居我们又懵了 有什么 我先去哪里 我们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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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胀 听见了吗 人家说就是现在最好是到大堂那会儿下去 他还在找身份证护照 然后刚才他预警已经说下面有火灾所有的人都要下去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五楼 我旁边这边是山 前面是海 然后现在下着暴雨 我估计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是呢 现在预警说所有的客人全部都要撤离 有人误报火警吗 有人误报火警 给我妈吓一跳 啥呀 心脏不行了 你想他这楼是肠子 就算找也不应该找在咱们这地方 要跑得很好跑 但是风一刮的话 那时候今天调也没有 刚刚的场景非常的混乱吧 虽然是虚惊一场 但是真是把人吓得够呛 突然就感觉好像是每一天都要过得很快乐 要不然真的是意外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所以在这里呢 我也提醒大家 以后呢在国外住酒店 一旦提醒你 就是说听到这样的一个词 Evacuation 就马上把所有东西都扔掉 然后迅速的逃离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一点吧 出门在外 注意安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